现代人接触3C产品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用眼过度造成近视的人相当多 在台湾每10个人就有6个人有近视的问题 其中18岁以下更是高达87% 高居全球之冠 因此请来了奥运羽球双打 金牌得主当护眼的代言人 舞台上的帅气跳沙 李扬与王麒麟带着两届奥运金牌 分享视力对运动员的重要 因为我近视然后我有用过隐形眼镜 但可能我左后方的后仰 然后在杀球的幅度比较大 有时候隐形眼镜都会跑掉 所以根本看不到球 然后后来就直接没有带打一阵子 然后其实很多杀球看不太到 比赛的时候因为我都会乱隐形眼镜 然后我上场的时候当然是会背一步 因为是在比赛的时候 真的就是因为被打到眼睛 眼睛然后就眼睛有那种不适感 然后就必须在当下 就是在旁边去换一阴心 根据国建署统计 国小六年级近视率70%到高中 三年级达到87% 是四眼天机 凸显台湾民众的灵魂之窗 大大拉紧爆 我真的要预防近视产生 我们会建议就是用眼30分钟 要休息10分钟 那另外充足的这个睡眠 还有充足的营养也是很重要 近视不只影响运动员的表现 也对一般学生的学习成效有所影响 保持正确的用眼习惯 定期视力检查才不会加深近视度数 在新闻黄晓晴李明华台北报导